按摩 我們如果是坐區間車的話 要買一張給腳踏車的車票 半價 謝謝 1 2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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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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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哈喽,大家好,我是Eric,欢迎来到我的跑步日常 对,好久没有更新我的小蛇旅行的影片 那今天9月5号礼拜天特别带大家来周访我们这边光复巷 那怎么会选择光复巷呢 因为我们光复巷这里也有很多景点可以值得推荐给大家 那今天我们路线要怎么安排呢 那个基本上我把今天的行程依序分成四个重点目标来介绍 第一个我们会先来到马泰安,马泰安师地 第二个就是光复堂长 第三个就是我们大泉社区那里 那里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做拉索埃泳泉 有时间够的话可能会去泰巴朗走一下 我们最后会来到大龙大富森林公园那里 那就先这样子哦 等一下大家就跟着我今天设计的路线来一起探索我们光复巷吧 这里是马泰安部落生态文化产业发展协会 马泰安师地是马席山山脚下泳泉的天然沼泽师地 这个马泰安师地的话绕着这个师地一周 约两公里 那过去我住在凤林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都会跑到这边来练跑 台湾 就是這裡最有名的一間餐廳叫紅瓦 因為我個人就是比較偏好那種民進啊 舒服的氛圍啦 所以自然而然這個地方也會成為我個人最喜歡的一個漫堡景點 我喜歡的一間餐廳 我喜歡的一間餐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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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马太安市立就先到这边 我们要去光复唐场啰 前面远方就是海岸山脉 那等一下我们会过这个平交道 好 进过去 牵着比较安全 这里 原来这边就是那个新的民宿 对 来住这边还不错 前面就是那个观光堂堂的位置 旧火车啊 它现在弄了一些帐篷在外面 因为现在室内是不能用餐 因为现在室内是不能用餐 这个水池就是养了很多景礼 对 我们光复唐场这地方也是一个观光热门景点 大家都是要来这边吃冰 不过我要讲就是很早以前光复唐场是只有卖一种口味叫清冰 旧火车里面 这里有一些农客产品的展示中心 这里就是 我们主要停车场 看大不大 结果没有车子停 这个是大客车的 然后小客车应该是在前面 这里 车子停完之后啊 我们就从这边走进去 里面也有一些小商店 下一站我们要去 拉索爱尾往前那个地方 其实光复唐场在 日日时代就已经有了 在二战的时候 他是美军 所想要攻击轰炸的一个目标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这边 在二战的时候 他是提供很重要的 战备所需嘛 所以于是呢 美军就把它当作目标 所以他在二战的时候就是被 轰炸过 那时候就已经摧毁掉 后面 台塘 接收之后 要重新再把它整理成 新的那个堂场的样貌 所以这边还留着很多那种 过去那个台塘圆空宿舍 就跟那个林田山那个样子 是差不多的 等一下我们会去 大泉村 听说啦 那边以前是可以 就是会有战斗机在那边 升降 我们继续往这边走咯 要把手机的那个Google地图打开了 对 原来我从堂场这边出来的时候 不是右转 其实要左转 现在要再走回去堂场的位置 那拉索佛I 涌泉 应该是在 这个方向 刚刚我从这个地方出来 所以出来之后要 立刻回转走 回墙的这一侧 这边有写到 拉索爱涌泉生态园区 有指示牌 这里叫大静街 往这边转进来 往这边转进来 好 这地方要右转咯 好宁静的社区 这边有提供停车场 好 泳泉 枯水旗 暂不开放 好可惜 泳泉 泳泉徒步区 在这 愛情湧泉 徒步區 我們要往左邊去 對 牽著腳踏車還在走這種 不好走的路我覺得好累 馬拉路愛情神話 我直接上就是認為這裡了啦 對 這裡應該就是 水池了 然後乾掉了嘛 所以前面才會寫說現在是枯水期 那等下次了啦 等下次 有水的時候我們再來再拍一集好了 那我們的拉索愛湧泉就先到這邊 我往下一站走 到下一站就是泰巴朗 社區那裡 就泰巴朗陸落那邊 只是路比較不順 因為泰巴朗的話要走台11獎 然後繞到193的話 我們回程就到 大農道 這邊 前面要右轉 前面要右轉 就是 還是 那邊 前面要右轉 蝴田2公里 封濱18公里 封濱就是海岸山脈那一頭啦 剛剛就從那邊過來的 走一座橋 往海岸山脈的方向去 其實我不得不說 我很佩服那種 可以騎腳踏車的Youtuber 今天啊 一直在拿這個攝影機 然後一邊紀錄還要一邊騎腳踏車 我要擔心會不會跌倒 我覺得這個好厲害 來到這邊景色就完全不同 非常的遼闊 左右兩邊還是種滿了水稻 光顧鄉這邊的主要農作物 還是以水稻為主 太巴朗部落市集 夜市啊 騎腳踏車騎這段還不錯 這段就是直接可以到鳳濱 就是跨越那個橫越那個海岸山脈 這個這裡的西就不一樣 再叫馬國西 泰巴朗也是阿美族語 叫做tapalong 然後馬太安叫做fatar案 所以光戶箱最早的名稱其實是叫做法達岸 法達岸就翻譯成馬太安 來這邊我們就要走右邊了 因為台11甲要走走 往公兵嘛 然後我們現在要右邊往右邊走 這個就是典型的部落 很早以前那個光戶箱其實有 三大部落 第一個就是馬太安部落 第二個就是泰巴朗部落 第三個是大河部落 大河部落好像是這時代 還有的 馬太安就是 一開始去的那個馬太安市地那個地方 靠近中岸山脈的地方 正確來講是馬錫山下面 現在靠近這海岸山脈 就是泰巴朗部落 這是第二大部落 聽說這個泰巴朗部落 族人是從風兵遷徙過來的 我們知道那個阿美族其實是海的民族 所以他們很擅長 捕魚啦 這個是他們的 特色 然後另外 製陶 也是他們 的重要技能 好 前面 我來到了一個叫日豐磚宅 廠 這個也是很有名喔 今天居然 瞎走走到這裡來 日豐磚廠 現在也轉型成那個 觀光 產業了 已經不是 我們要轉回去了 超過太遠了 這邊可以左轉啊 這裡 這條小路 左轉這條路才是 193 好像有點泡 看一下喔 早期公社區之飲用水源啦 長這個樣子 要蓋起來了 哇 這麼重的 你也巴不起來 我們繼續前進了 193 66公里 看到一個大哥才放風箏 好高喔 那邊也有一個 那邊也有一個 為什麼要放風箏 放風箏 是一種文化 最泰巴朗的一種文化 是喔 好幾百年了 這跟祭祀有關嗎 就是我們在祭祖先之類的有關嗎 這個 聽老年人講 還有我們頭部講說 這種放風箏就在這個七八月份 收割 到稻米完了之後 結束之後 有休閒 農閒時間 喔 了解了 閒暇時間 做活動 也等於在祈酒上天 祖靈 能夠降雨下來啦 喔 了解了解了解 就跟 跟那個祖靈通告一聲 就天上 我們的風箏會響 有聲音 喔 是喔 了解 謝謝謝謝 好好好 哇 又穴道一樣 好像很多耶 這邊 我們又有一個大哥 我們要一直騎到前面那個海岸山脈的 下面喔 沙老部落 喔 喔 這才是他們的 核心部落的地方 沙老文序 沙老社羽主 這裡也有一口井 現在的行程已經來到 18.7公里了 然後最後一站就是要去大能大富 爬坡 往台九線 左邊是193往瑞瀉 我不知道這樣走對不對 果然 走錯 我要繼續往193那個地方下去 往那折返 有點硬耶 爬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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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部分就 可能不會做紀錄 左邊兩邊中的是 柚子水 好累喔 這個單柱車 騎破壞了 很辛苦的啦 又有一個上貨 又有一個上貨 好累死了 好 來到72公里處 我們要往右轉 前面 總算到了 要右轉了 哇 輕鬆了 平定森林公園喔 長下來了 哇好涼啊 以前 說去走那個聖林區 今天來 特別來走那個平原區 是 今天的小的之旅啊 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然後 我們圈程到這邊是剛好28公里 對,等一下可能還要再騎 兩公里到大副車上 然後現在時間是 下午4點 41分 好,那就先這樣子喔 影片就記錄到這裡 記得大家收看 祝大家運動愉快 天天平安、天安、快樂 那我們下一個影片見囉,掰掰 字幕 rib7 cose 膏 고 填 踩